哈利波特 伏地魔的死对头 地内有一部分伏地魔的灵魂碎片 为了打败敌人伏地魔 魔法学校学生哈利和好友罗恩和明一起上路了 他们必须找到并摧毁 藏有伏地魔灵魂的魂器 除了两个魂器已经被毁外 还有五个下落不明 不久他们找到第三个魂器挂坠河 却没法摧毁它 一天晚上一只鹿出现在哈利面前 哈利跟着他找到了一把宝剑 罗恩随后赶到并用宝剑摧毁了魂器 紧接着和明提出去一位同学甲 向这位同学的父亲请教一个神秘符号的含义 因为他发现这个符号出现了很多次 同学的父亲告诉他们这是死亡圣器的标志 只要拥有老法照复活时隐身衣三件圣器 就能成为死神的主人 可他们的同学早已被抓走 同学的父亲被迫出卖了他们 哈利三人被捕 这是哈利的狂热粉丝精灵多被出现了 在他的帮助下 哈利等人幸运逃脱 而另一边伏地魔撬开了校长的坟墓 取走了老魔杖 哈利买通魔法银行里的职员 他们成功进入银行 并找到第四个魂器金碑 不知道什么原因 哈利经常可以感知伏地魔的思想 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缘分吧 想想还有点小浪漫呢 他由此感应到学校中藏有魂器 于是他们返回了学校 赫密和罗恩用一条死蛇的毒牙毁了金碑 魂器接连被毁 伏地魔开始暴走 他率领众多手下进攻魔法学校 经过追查 哈利找到了第五个魂器冠冕 并用毒牙毁了他 而他也很快感应到第六个魂器 就是伏地魔的宠物蛇 最后哈利了解到自己的体内 也有伏地魔的灵魂碎片 所以他才可以经常感应到伏地魔的思想 哈利选择独自去和伏地魔战斗 伏地魔用咒语将他击倒 其实只击碎了藏在哈利体内的灵魂碎片 哈利躺在地上装死 伏地魔带着他的尸体去哈利的学校 耀武扬威 哈利却突然跳起来 像只兔子一样抛走了 身为一个老大 伏地魔没鼻子也就算了 这下连老脸也没了 伏地魔追上他 两人展开了 不是你死就是我挂的PK 哈利的同学找准时机 一箭斩杀了伏地魔的宠物蛇 此时魂气全毁 哈利夺下了伏地魔的老魔掌 伏地魔也化为灰烬飞走了 19年后 哈利和好友们都已经是当爹当妈的人了 他们再次聚在一起送孩子去魔法学校 在火车站 他们见到了很多故事